为了让教学跟上数位趋势 华联市民代表欧艳志特别利用了建议款 协助市立幼儿园填购一批平板及绘图触控笔 让每个班级都能有一台平板 希望透过设备的辅助让孩子更具数位力 这个是老师手做的 刚刚下面有老师用iPad构图的 所以就是变成他们可以自己老师可以做自己的教学记录 各式各样的精美文宣或是教室里头的各式解说 全都是华联市立幼儿园老师们 透过平板电脑发挥创意自行绘画制作 而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中 也会使用到平板观看教学影片 让学习不只局限在书本当中 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研你下学期 我们想要用电子联络簿 那电子联络簿的推动 老师就不会局限在只是在桌面的电脑上面使用 他在iPad上面他也可以操作电子联络簿 那可以把当日拍的相片呢 还有所有的课程活动都放进iPad里面 然后在电子联络簿里面跟家长分享 为了让教学跟上数位趋势 化电市民代表欧研制 也特别利用建议款 协助私幼添购11组平板 及绘图出空笔 让每个班级至少都能拥有一台平板 那现在其实科技的进步 那其实很多时候 幼稚园也是需要iPad来教学 那可以减少到很多需要纸本上 或者是一些纸本的教材这样子 那其实只要把它弄在对的地方 不要过度的沉迷 其实我觉得iPad其实可以帮助很大的学习 那也要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忧援制代表 那未来我们希望在孩子里面的课程里面 可以更多元更功夫 我们会全力的来打造孩子的一个天堂 市长维嘉燕除了感谢代表 对私幼师生的重视 也希望透过老师的教学引导 培养学童们电子产品正确的使用习惯 让数位设备作为学习辅导工具 并朝五指化数位化迈进 规划推出电子联络簿 让亲子沟通更为顺畅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